好,那刚刚呢我们讲到的是摆荡的点的位置是在我们的擒天柱上 在我们的右侧身上 接下来我们要来理解的是摆荡呢 其实在我们的舞蹈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过程 过程 而不是一个结果 对 所以我们的摆荡需要的是完成的一个弧线的一个位置 完成了这个弧线了以后所产生的这个形态 我们称之为叫做倾斜 所以我们在去完成的时候一定要去理解摆荡和倾斜是不一样的 摆荡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弧线 然后最后弧线完成以后的这个形态 我们称之为倾斜 摆荡是过程 然后倾斜是结果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去完成摆荡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做摆荡 而是直接去做的结果 就是倾斜 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不太好的摆荡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摆荡 我摆荡的时候没有去完成一个无线的一个过程 这个叫摆荡 而是直接 这个叫倾斜 直接 倾斜 所以很多同学跳舞 玩去 倾斜 直接去完成一个倾斜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摆荡 先有摆荡 才有倾斜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想做摆荡 直接掠过了摆荡 做的是倾斜 但是自己觉得我做的是摆荡 这是不对的 对 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理解 倾斜是摆荡最后完成的这个形态 形态 才是我们的倾斜 而摆荡是一个过程 但是没有摆荡的话 是不会有我们的倾斜的 所以我跳男生的Naturedent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看我们做完预备过了以后 这里都是没有的 好 我们要完成摆荡 摆荡 再是倾斜 最后的高低叫做倾斜 好 女生也是一样 这里是没有的 这里是没有的 看 完成摆荡 摆荡 最后的结果才是高低 叫做倾斜 所以我们要理解的是 不要在还没有去做摆荡的时候 就去做我们的倾斜 那这样看起来呢 我们的舞蹈就会特别的突兀 而缺少了一个弧线的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什么是摆荡 什么是倾斜 那现在呢我跟苏老师来完成一个Naturedent的感觉 大家可以来体会一下 好 预备不完成 我们是通过摆荡 倾斜 倾斜 好的 所以大家能够感觉到吗 是摆荡 是用摆荡 过程 到了这个最高点 形成高低了以后 然后这个动作 还是有倾斜 叫做倾斜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摆荡是一个过程 倾斜是一个形态的结果 3 4 5 6 5